沸騰的熱水煮著麵條 精心熬煮的蔬果湯頭 是好吃牛肉麵的關鍵 這裡的牛肉麵 可是得過連續兩年 台北牛肉麵節的冠軍 而且老闆還是道地的台東人 因為思念家鄉 也想在台東 將自己的那手好料理 分享給大家 所以開了一間牛肉麵店 非常的豐盛 而且這清燉的牛肉麵 冠軍的對不對 所以它的特色在哪裡 我光是聞味道就好香喔 其實一碗麵它有三個東西組合 第一個就是湯頭最重要的 然後就是麵 然後再來就是牛肉 一定要這個三個東西具備 味道才會整合起來 才會特別好吃 尤其我特別強調一下 特別介紹 這個湯頭 因為現代人比較符合 比較講究養生嘛 所以這個清燉的湯頭裡面的材料 大部分都是用蔬果去熬的 裡面我們都放味精 它的調味料就只有一個東西 就叫鹽巴 店裡頭不僅乾淨舒適 牛肉麵口味很多元 得到冠軍的就是清燉牛肉麵 就可以吃到最簡單舒服的好味道 真的是非常的甘甜 剛剛老闆說這個湯頭 全部都是用蔬果熬煮成的 所以是非常的健康 而且沒有添加任何的就是人工的味素 還是什麼的 所以這個湯頭的甜味呢 是非常自然的呈現出來的 腱子肉 腱子肉 而且你看透明的 另外老闆還推出了韓式泡菜牛肉麵 也相當美味 用愛家鄉的情感 所煮出來的牛肉麵 相信美味一定會打從心裡感受得到 東太宣布放林中文黃欣平 在小野柳的採訪報導